马公施工所假日上午9点在先例体育馆举办的111年 牧林工作公益马公施工所环境保护宣导 一节活力社区活动 共有20支队伍报名参加 一样进行往年最刺激的拔河比赛 由市长叶竹林主持开幕典礼 市民代表会主席许国正等来宾也到场加油打气 活动一开始由马公乐林学习优质中心 以及西卫社区的妈妈们的舞蹈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市长叶竹林也下场与妈妈们一起热舞起来 中文字幕开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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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 體會到 團結就是力量 連談過照明了解到 大家要找一個螢幕來面對各種挑戰 延續往年活動內容 今年同樣推出罰球線以及籃下投籃比賽 棒球九宮格以及拔河比賽 讓比賽的過程是刺激又充滿趣味 呼叫聲是此起彼落 社區與社區之間也會互相加油 最後在緊張刺激的拔河比賽 今年是再度由崇光社區殘年冠軍 每個局都比賽 每個部員都給臨年來 新次卿人呈聺 新次卿人呈聰 新次卿人呈聰 市长叶竹林也表示 借由举办活力社区活动 让大家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 身体健康才是永远的财富 期望大家团结一致面对疫情挑战 环境健康身体才有保障 借由活动提升大家身心健康的同时 让各社区之间互相交流学习 搭起友谊桥梁 一起建构马公为温馨又幸福的城市 记者王海龙报道